不做和派 我们只在香港制作 但是这些电影 郡大陆是作为一个影郡的影片 影郡的影片 我们只可以拿10%左右的分层 但是如果是我们和派片 我们可以拿到40%多 差很远 作为一个做声音的人 就没办法要向现实低头 谁喜欢看 谁哪个市场大 我们就要迎合哪个市场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和派片更多要考虑 内地观众的口味 引发了香港人 对纯正港片最终失落的担忧 当有人评价说是 这十几年香港电影的人才 不断地流失的时候 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流失这两个字 流失是因为你把香港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如果你把香港看成是一个我们大中华圈的一员 那流到中国大陆去也是我们自己人的地方 你叫流动 我们叫流动不叫流失 那么我认为更多的这个大陆的影人 今天你看 冯小刚啊这些都跑到香港来跟香港电影工作公司合作 那是不是大陆的流失呢 不是 它是一种互动 因为我们应该把香港看成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社会 那么只不过是我是一个特区 我有一个比较历史的一个特殊身份 但是在人才 在资金 在这个题材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地界的这个限制 2011年安淑市场的于东决定投资一部影片 这个电影导演不是卖作片的导演 他过往的记录都没有卖过2000万以上的票房 那么这个演员很多年没拍戏了已经 当时你也分析这些众多的因素 他不具备一个商业影片大卖的因素 你为什么还要投资 你看中的是什么 恰恰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对香港电影的了解 如果是一个房地产的老板 或者是一个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公司的态度 那么他一定不会拍这种戏 而恰恰这个戏 在N多个电影公司里头都转过一圈 都没人头 拿着自己想要拍摄的故事 寻找投资并等待 这样的过程 许安华并不陌生 他的上一部电影 《天水围的日与业》 寻找投资的过程 差没打四年 而这一次因为有刘德华的帮助 起到了关键作用 华在最后找我的时候 说我明天要拍 我已经时间给许安华留了 许安华当年帮过我 我当年出道的时候 许安华曾经支持过我 拍过我 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个事 我说好 我支持你做 但是呢 这就体现我做生意的一面了 面 然后你得别收那么多钱了 你折一半投资 减一半骗筹 我就算 好歹有个刘德华也 刘德华在我发行的记录里头 他的文艺片也好 上一篇就不用说了 没有低过六千万票房的力量 所以你肯演 这点投资 我全来了 这部由博纳和刘德华 共同投资的电影 就是《陶姐》 刘德华在其中扮演一个 奔波于内地和香港的 电影监制 名叫《罗扎》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 是由香港演员叶德贤 扮演的陶姐 他在罗扎家中 做了六十多年的女仆 当陶姐因为中风 搬至养老院后 罗扎努力给陶姐 带去温暖和关怀 最终 这部投资三千万的电影 在二零一年 威尼斯电影节上 拿到了最佳女演员的大奖 随后 在两岸三地的市场上 票房过亿 有人说 C-PAR实施九年后 香港影人 终于找到了一条 用内地资金 排香港故事的借机生蛋之路 合拍片这枚昔日的苦果 也终于蜕变为如今的金蛋 大帅哥 大美丁 这十五年也让香港人认识到 你必须要